适逢今天是斋戒月的第一天 大马联合民主阵线 Moodle主席塞沙迪表示 任何菲穆斯林在他面前进食并没有问题 由于国盟经常炒作宗教课题 有学校强迫菲穆斯林学生 在厕所内进食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出 一名网民在推特上发帖文表示 菲穆斯林朋友用餐时 无需避开正在进食的穆斯林 而这则帖子引来网民大赞 且被塞沙迪转发 塞沙迪说 菲穆斯林朋友们 当我进食时 你可以在我面前吃喝 这没有错 也不是个问题 也并没有不尊重我们 塞沙迪最后打趣说道 除非你吃的是肯德基的炸鸡KFC套餐 那对我就是一个问题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以不点名的方式 警告政治人物哈迪亚旺 不要违抗统治者 预令停止使用清征寺和祈祷式 作为政治平台的指示 也不要试图破坏王室机构 陛下在接受英文新报的专访时强调 某些政治人物已经越过了界限 陛下问道 你们在解决每年的水灾问题方面 做了些什么 告诉我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与其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分裂人民 不如告诉我你们如何实现和谐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指出 以向柔佛州内的850座清征寺和2000间祈祷师 发出禁令 禁止政客在这些地方进行政治宣传 如果有人敢在柔佛州挑战这项禁令 请尝试一下 看看后果 如果允许政治言论 将在穆斯林中引起不安和不团结 不要告诉我政治是伊斯兰的一部分 政治人物有言论自由 把你们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人民的负担上 比如生活成本 生活必需品 人们为支付家庭账单而奋斗 以及经济问题 陛下补充道 作为州内的伊斯兰领袖 他有责任保护清征寺的神圣性 柔佛州需要出色的传教士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传教士 已经成为了脱口秀演员 强调笑话和娱乐 而不是伊斯兰 你们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他们 我相信他们知道我在说谁 陛下还表达了 对一名国会议员兼宗教司的不满 据说他曾发表贬损皇家机构的言论 此外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表示 只要穆斯林不参与其他宗教的仪式或祷告 他们完全可以参观其他信仰的宗教场所或节日 他相信穆斯林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 这点无庸置疑 王公和柔佛州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发出了指南 明确了相关规定 不应该有混淆或猜测的情况发生 陛下说 柔佛子明的跨宗教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他支持这种观念 在柔佛州 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很好 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跨宗教的观念 陛下鼓励非穆斯林去清征寺参观 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 因为伊斯兰教是一个促进和平 宽容和同情的宗教 他还建议 在斋戒约期间 穆斯林可以邀请非穆斯林一同开斋 并向他们解释其中的意义和概念 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重视伊斯兰教 沙拉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拿督斯里·阿督卡林表示 参观教堂不会轻易改变穆斯林的信仰 他认为 JOMC era活动是一项很普遍的活动 可让不同信仰的人了解彼此 并强调这不会让人脱离自己的宗教信仰 他还说 认为参观教堂就可以改变穆斯林信仰 是低估了穆斯林的理解力和信仰 这让他感到羞愧 他指责土团党党员 Shagubad 曲解活动意图 并怀疑是否出于政治目的 将此事政治化 我很遗憾他们这么对待杨巧双 或许他是来自另一个政党 但是我却觉得他做得好 该活动是为了确保马来西亚年轻一代 能够了解彼此之间宗教的不同之处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纳苏森指出 目前没有必要援引1984年煽动法令 就前首相敦马哈迪针对政府的批评采取行动 他表示 将把此事移交给大马皇家警察进行评估 以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行动 我不想讨论这是否合理 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必要 他强调 任何人都能自由地表达观点 耽误触及王室、种族、宗教相关的课题 马哈迪指控选民 在第15届全国大选领了100令吉汇金 并受指示不把选票投给他 才会导致他败选 马哈迪是今日接受主持的线上节目访问时指出 他在选举后 曾询问选民为何不再支持他 对方回答说 因为领了其他候选人派的100令吉 我告诉他们 100令吉或许两天就花光了 对方却告诉我 至少他们拿到了好处 他们忘了我过去的付出 包括在冠病疫情期间 我对无收入家庭的照顾 暴风雨后替他们修缮房屋 这些他们都忘了 只记得对方给他们100令吉 他也说 有些选民也表明不投票给他的原因 是希望他能够好好休息 对于这样的说法 他是心存感激 但他不解的是 就连不太需要退位休息的年轻候选人 包括其儿子 即祖国斗争党主席 拿督斯里·穆克里兹也败选 这就说不过去了 不过 马哈迪也说 他不会再参与选举 也不会再当首相 但他仍会活跃于政坛 包括未现署的政党限力 助他们达到目标 资深媒体人佐汉佳化 呼吁政府官员停止把矛头对准媒体 以转移对自身缺点与过失的指责 他指出 最近国内动荡局势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导致 并非媒体 此前 国民团结部长阿罗阿格 曾指控媒体刻意在种族和宗教敏感课题 煽风点火 左汉佳化认为 这完全是搞错对象 媒体一直保持最大克制力度 担负起足够的责任 避免在各族群之间挑起纷争 左汉佳化呼吁政府官员 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要怪罪媒体 身为部长却发表如此指控 完全令人无法接受 他需要更负责任